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三集 2012年 做出Forn的第四个月 说这就花3000万美金买下了它 在那个网速不咋低 用户口味没有被养彪的年代 Forn通过6秒钟的短视频吸引了很多具有创造力的博主 如今的Forn很浪漫 继承了Forn的6秒循环视频 最长可以上传18秒视频 依旧是个小而美的应用 而Zen虽然利用爱贪小便宜的心理 积累起一批原始用户 但这个功能目前已经因为争议被取消 它本身也在7月份因为涉嫌抄袭 而被Google Play和苹果商店下架 至于Instagram在8月初刚刚发布的Reels 更像是直接模仿了TikTok 没有在用户群体间激起太大水花 Instagram是让用户去找内容 而TikTok是把内容带给用户 Virt这么评价Instagram的平庸 如果将2012年横空出世的Forn是做短视频平台的起点 目前短视频的玩家都已经更新换代了好几波 更不用提他们的功能体验和用户了 短视频之间的生死竞争 不因你是鼻祖或意识的强者 就能走得更远 活得更久 就竞争而言 我认为除了TikTok 我们在短视频方面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主要的竞争对手 今年5月 欢聚首席财务官金冰说 Likki目前依旧在亏损 但欢聚的底气在于 Likki用户群增长后 可以通过直播和广告来提高盈利能力 考虑到这些市场的用户潜力和消费能力 Likki可以成为另一个类似规模的Flyolive 此外 欢聚不光有Likki 还通过直播 应用Flyolive和通讯软件RMO建立了自己的生态圈 POR财报这么写 欢聚希望 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内容 精简产品形态 本地化拓展 加速建立全球生态系统 如果李学龄的这个生态故事可以讲成 Likki在美国市场的商业机会比其他应用要大得多 至少从这季财报的表现上看 股东们是认可欢聚的 58亿元营收和4、9亿元净利润都高于分析师预期 财报发布后 欢聚集团盘后 股价上涨366百分号 全球化战略依旧坚定 TechCrunch的一个科技博主 曾在今年年初预测 短视频平台混战局面下 市场会被整合 像TikTok和Instagram这样的巨头 将收购较小的视频平台 当时没几个人能看到政治层面带来的影响 这个远比商业激战更难预测的外部因素 现在已经成为高悬出海互联网公司的一把利剑 印度封禁了59款中国应用后 一家被列入封禁名单的公司 让底下员工配合印度政府做了调查问卷 对这家公司来说 封锁意味着公司业务的退出 而业务线的调整和合并 对底下的员工来说 意味着转岗的重新选择 局势变化太快了 我们都是持观望态度吧 该公司的其中一名员工告诉电商在线 不方便接受采访 也不大想评论 当互联网和国际政治相勾连 迷茫情绪在互联网公司中间蔓延开来 这种情绪在几年前的硅谷也曾出现过 就目前看来 欢聚对外展露出来的全球化态度依旧坚决 李学龄在财报中表示 尽管疫情爆发带来了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但欢聚对直播和短视频内容的全球前景仍充满信心 我们不仅是美国市场 我们对全球都是一样的 会坚持全球化战略 而且会继续往合规合法的方向走 欢聚集团对电商在线表示 Ladid的中国身份被发现后 曾对媒体表示 Fargo的公司总部和数据都在新加坡 因此中国政府无法获取这些数据 但此前为了消除美国政府的疑虑 字节跳动也曾尽可能将Zek Talk与中国切割 Zek Talk甚至表示 愿意公开内容审核算法的代码 以字证清白 只是问题在于政治在商业面前不讲道理 当互联网科技的铁幕落下 没有人是赢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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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